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曾祝祥 今天时间是6月8号 录影时间是下午的3点04分 今天的盘量缩整理 整理上涨了15点 量缩到831亿 那OTC呢 再涨到138.33 距离之前的高点 似乎又想要做一个突破 138.83 这个又想要去做一个突破 那当然这个盘 阿翔老师讲一句实在话 那我也认为 它短线上有些涨多 短线上有些涨多 应该要回 但是呢 有一件事情 投资朋友一定要注意 因为它是一个多方趋势 而且筹码是非常有利于多方 所谓的筹码有利于多方 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看法 来跟各位去做一个说明 在你看喔 各位所有好朋友 那意思是什么呢 你来看 昨天放量供给 量一度将近到千亿 但是最后只小涨了三点 那今天量缩整理 要收了小红K 那当然这就表示什么 表示经过昨天的稍微一震一下 稍微一整理一下 就融资就马上退了三亿多 退的速度很快 那这个现象往往就是一个 在所谓精精涨的盘势 信心层面不足的盘势之下 稍微一震一下 一晃一下 融资就一直退 所以这就变成什么 变成说在这种筹码有利于多方的盘势之下呢 他很容易就变成看回不回 所以这是阿翔老师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现阶段来说 多方趋势的思考 他是一直没有改变 当然我们希望他回 但是呢 有时候在这种精精涨的盘势之下 他很容易一不小心又出现看回不回 那对于投资朋友来说 现阶段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够赚钱 其实阿翔老师要提醒各位 不要过度的追高 我们举及挡个股的例子 举例来说像3105的文贸 今天拉高 我们卖在差不多卖了一半 卖在157到158块之间 今天整个冲高上来 因为毕竟先前我们是抵挡先做布局的 所以要请各位记得这件事情就是 不要过度的追逐 你现阶段很多的投资朋友是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 希望能够赚钱 但又怕买进去之后会套劳 那你要避免套劳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自然而然就是不要过度的追高股票 你去找那种还没有涨的业绩很好的股票来做 就像在先前 有一档股票 我们从23块附近开始低接 现在默默的已经来到24块多 它的价值因为它的价值很够 所以自然而然会有 低档一定会有人去做防守 这档股票是我们默默在低接的股票 那阿翔老师你也不要问说 阿翔老师是哪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阿翔老师暂时不会公开 在布局期间的股票基本上是不能公开的 那这档股票我们所有会员朋友都知道是哪一档 我们从23块左右开始低接 现在已经默默的来到24块多 那你可以发现一个重点 就是说现阶段来说 要赚钱它是有它的机会 只是你在选股的选择上面来说 你的操作节奏 你要把那个目标定得很清楚 所谓的目标定得很清楚 就是在风险跟利润之间的考量 你要做好一个平衡 所谓做好一个平衡就是 你去选择那种风险越低 然后利润能够又有值得 投资的这样子的利润 这种才值得做 那如果说就股票市场的角度来说 这个一般的俗话就说 这个就是所谓的 这个有价值的位置 就像在这个礼拜六的教学讲座当中 阿翔老师会跟各位公开一档 AI的股票 这一档AI的股票呢 最近股价正在做一个整理 那这档AI的股票 如果以目前的今天的收盘价来去做一个计算 它的本益比还不到十倍 所以就可以明显的发现到一件事情 因为AI的整长趋势 它是越来越明确 就像鸿海的郭董 前两天才刚刚说的 他要实现一个百万的机器人大军 到目前才实现差不多五万 五万而已 百万的机器人大军目前才实现五万而已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朝这个方向 而且成长力道潜力是很够的 所以这档AI股票目前本益比才不到十倍 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它的价值除了本益比的不到十倍之外 现在进场是一个安全的位置之外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于说 它的营收的年增率是一直持续的 在往上去做一个两位数以上的成长 所以它就变成说 它是一个呈现一个未来成长性的公司 然后整个季线 季线年线 全部都是一个中长多的格局 只是短线上正在做一个 进行震荡整理的格局 所以意思就是短线休息中长多的股票 所以像这样子的股票 那自然而然在本益比不到十倍的时候 我们当然会去考虑说 这辆股票它是有它的价值存在 又加上AI成长的趋势当中 它是绝对不会缺席的 所以这样子的股票买起来 它就很安心跟放心 就如同当初我们在做文贸的时候 它买起来是很安心跟放心的 就如同当初说这2337的望红 先前我说这个人太多不要去 我说然后后来到五月中 我说这个人已经变少了可以买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所谓安全的位置 那当然在短时间之内 你望红来到这个位置 你说你一直要 如果要一直执着说 要去做望红 要去追望红 那当然 阿翔老师并不会这样建议 因为我们还有一半的持股在手上 剩下来我就看外资要拉到什么样的位置 然后先前获利了结的资金 赚到了这三四成 我们拿去买在低档 有价值的股票就好了 所以在现阶段投资朋友 在这种金金涨的格局之下 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 选股选择那种业绩好的 还没有涨的股票去买 因为在一个多头格局之下 你一档股票 业绩成长性未来是够的 筹码又逐渐稳定之后 它自然而然早涨晚涨都会涨 因为现在是一个多头的健康格局 所以各位好朋友 做股票需要追高吗 不用吧 我们这一路以来 从五月中开始 跟各位所分析的 几乎每一档股票都在往上涨 包含了你所看到的望红 包含你所看到的吻帽 包含你所看到五三零五的吻蓝 包含你所看到的三二二七的原像 原像我们在这个时间 就已经先进行做卡位跟布局了 那当然 今天很有趣的一点是什么 原像的部分在先前 这一天的时间 我看到拉到八七块附近的时候 我让会员朋友先卖了三分之一 留下三分之二的部位 从七七块到八七块一张 赚了十块钱 如果说你是先前跟着我一起买的买了十张 意思就是说 来到八七块附近的时候 你是先卖掉了三张 你还留有七张 那昨天 他一根黑黑下来 阿翔老师也认为很正常 为什么很正常 不是因为上影线带量的关系 正常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昨天他公布了 应该是更正确来说 是前天的盘后 他公布了他今年五月份的营收 创下近三年来的新高水位 那表示什么 营收创新高出来之后 当天一定会有卖压出来 这很正常合理 因为这已经算是市场的常态 但是呢 在经过昨天的整理之后 今天我跟会员朋友 发了一通讯息 那通讯息是在1点16分发出去 1点16分会员朋友收到 我跟会员朋友讲说 昨天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讲 营收创新高 当天一定会有卖压 很合理 因为市场目前的常态是这样子 那我说经过昨天的整理 今天的整理很漂亮 昨天的黑K 今天的整理很漂亮 回测下来之后 完全没有回补多方缺口 整理态势很强 那1点16分讯息发出去之后 各位好朋友 当时股价才85块2 然后结果后面整个买单 你可以看得出来 全部都进来 最后收盘 又收在86块5 又维持在一个强势的位置 而原项他在接下来 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说他在 因为他除了今年Avaco的这个订单 不是Avaco的订单 Avaco的权利金已经不用在支付之外 因为他任天堂的订单的热销 已经构成他5月份的营收 能够创下近三年来的新高水位之外 目前我们在看这个订单 他延续到6月 因为还没有出出 还没有完全 完全出货给任天堂 延续到6月的机会 成长率是很高 很有机会的 所以自然而然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营收成长的力道 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个任天堂订单的加持 所以就周线的角度来看 这个大景线 各位好朋友 已经慢慢的酝酿要过去了 是不是能够继续向上挑战 那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是周线 那当然在这一次的教学讲座当中 礼拜六的下午的教学讲座当中 我们在台北 在现场 我们开放给30位朋友 入场 那这一次的教学讲座当中 阿翔老师会利用原项的角度 帮各位实战分析 筹码的教学 那当场 我会教给各位 为什么一路以来 我从77块就开始买进原项 在这边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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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他会被洗出去 但是阿翔老师 为什么能够那么坚持 抱得住 因为我看的是什么 现场我会教给你 那当然77块到先前最高88块 一张是已经11块的空间了 而且现在还在强势当中 而且长势还似乎越来越强 为什么能够越来越强 现场的筹码教学 我会教给现场的朋友 那回过头来 在这个盘式当中 除了刚刚所谈到的这个部分之外 我们还会再带两档 还没有涨的平盖骨给各位 因为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在接下来iPhone 8 是今年最重要的重头戏 iPhone 8它是今年最重要的重头戏 我们来看一个东西 各位所有好朋友 Apple 当然其实iPhone 8的这相关的供应院的拉货 已经跟Apple的股价没有太大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它要拉货 它要出货 你营收一定会上来 但是呢 我们带各位看Apple的股价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它其实都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最近好了 它到现在为止都很强 又随时又随时要往上创新高了 这一根长黑高档的强势整理 然后一根红黑再往上拉 试图又要再突破创新高 那当然如果它创新高 带动当天整个平盖骨的气势是有机会 但是阿翔老师还是要再一次的强调 最重要的其实已经不是Apple的股价了 是Apple它在iPhone 8的销售的第一波 首波出货在6月7月8月 进入一个所谓正式的拉货期 而这个正式的拉货期 你自然而然到了7月10号之前 看到了这个公布6月份的营收 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平盖股 它的营收开始做一个增加 年增开始出现一个比较亮脸的成长的数字 所以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你iPhone 8的相关的Apple的供应链的股票 你一定要多加留意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再强调一点 真正 虽然我们这样看iPhone 8 但是你要记得一个重点 几十档的Apple的股票当中 几十档的平盖股当中 里面还是有外资法人不看好的股票 所以在这些股票当中 你千万不能买到那种 人家明明是不看好的股票 外资是看好iPhone 8没有错 但是却不看好台湾某几家的供应链 所以这种股票Apple的股票 这样子的平盖股就不能买 因为你变成买进去之后 因为Apple的股票相对来说 你没有法人的加成 没有外资投信 内资八大的加成 基本上也很难上去 就会变成说 如果你今天买了这一档Apple的股票 看到其他的Apple的股票都在涨 那就心里很痛 然后你可能到时候就会想说 为什么人家明明iPhone 8卖得很好 为什么我手上Apple的股票不涨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外资不看好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分享的 这个教学讲座当中 我们除了一档本一笔 不到十倍的AI的这档股票之外 另外要锁定两档在现场 分享给各位的这两档平盖股 都是有大人在照顾的股票 那阿翔老师也可以先公开 直接跟你讲 其中一档股票是关股的股票 那至于是哪一档在现场 我会直接跟各位分享 所以现在整个回过头总结来说 这个盘式其实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我认为应该要回 但是因为筹码实在太有利于多方 所以导致它又有可能出现 所谓的看回不回 但是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所有好朋友你只要记得一个重点 想要赚钱 你第一个当然是顺势操作 第二个重点就是不用过度的追高 去买业绩好的那种股票还没有涨的 早涨完涨它后来一定会补涨上来 那这样子自然而然 你就可以达到你所要求的 既安全风险性又低 又有机会赚钱的这样子的目的 所以这是我们在礼拜六的教学讲座当中 我们会跟各位谈论的一个核心的重点观念 那最后我要再一次的强调 这一次我们的教学讲座在台北 在礼拜六的下午时间 我们这一次只开放三十位的朋友可以入场 那主要因为还是我说过了 在布局中的股票筹码不能让它乱掉 所以我们只能开放三十个朋友入场 欢迎利用手中的电话来电报名预约您的座位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